今天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国新办召开2021年外汇收支数据新闻发布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 2021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平稳 跨境资金流动合理有序 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王春英介绍 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双向波动 汇率预期比较平稳 2021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及期汇率总体小幅升值2.6% 稳健性强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 在外汇储备方面 截至2021年末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2,502亿美元 较2020年末略升1% 外汇储备规模变化 主要受汇率折算 资产价格变化 以及储备投资收益等因素综合影响 2022年外汇局将持续深化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 我们会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项目的高水平的开放 比如说股权私募基金 跨境投资试点 我们要继续扩大 完善境外机构境内 发行股票战券 继续推动跨国公司本费一体化资金池的业务试点 此外 2022年 外汇局还将推进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创新 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外汇市场 支持金融机构推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衍生产品 以及支持区域开放创新 做好跨境贸易投资 高水平开放试点落地工作等